蘋果公司在今天公布 創紀錄的年終業績 包含過去12個月的利潤 將近1000億美金 但是上季的營收 沒有達到分析師普遍預期 面對比預期嚴重的供應鏈緊張局面 蘋果警告在這一季 面臨的挑戰還會更大 其實蘋果在夏天就已經警告過了 在零組件的短缺 可能會影響部分產品類別 不利於財報 那在上季的營收 是高達834億的美元 比起一年前 成長29% 營收預期是超過分析師的 兩大產品 分別是Mac 桌墊以及iPad 但是蘋果有沒有能力 來因應全球供應鏈的亂象 導致阻礙了iPhone的製造 拖累銷售業績 這依舊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而蘋果財報公布之後 股價在盤後交易 一度是中錯了5.3% 大陸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 為了迎接東京奧運進行的改建工程 在28號正式的完工亮相 而另外在冬奧跟冬禪奧會的制服 也一塊公開亮相 整體設計 展現出中華傳統文化的韻味跟美感 但你來看 我感覺把它抽象出來變成一種很動感的那種 更加適合這種運動會的服裝 長城的文化它其實給人的意象是一種綿延不斷 堅韌不拔 這種精神我覺得跟運動精神也是有相關性的 冬奧整理制服是以中國傳統山水化 冬奧核心的圖形雪山作為一個靈感 巧貌的融合了賽區山形 長城形態的圖景讓人看了眉心 而鳥巢在歷史一年半的改造工程之後 也正式的宣布完工 作為北京冬奧工程的收官之作 整理設計搭配的主題 環繞的綠色共享開放連結的理念 而主要是對無障礙設施 景觀照明 觀眾服務設施等等來進行提升 能夠滿足永續發展的需求